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保姆趁着孩子睡着后用针管抽血的电影《蜡手保姆》 12岁的科尔胆小懦弱是个怂货,怕打针怕蜘蛛 放学后又被三个胖子欺负,幸亏保姆小B赶到教训了胖子们一顿 科尔的父母要出去度假,所以让临时小保姆小B来看护科尔一晚 住对门的漂亮女同学对科尔说 女保姆们通常都会等孩子睡着后放自己男友进来黑羞 于是科尔就想验证一下 父母走后,小B和科尔一顿狂欢 然后小B给科尔倒了一杯酒,让他喝下去 说这样能睡得香甜无比 但科尔趁小B没注意,将酒倒在了花盆里 晚上洋装睡觉的科尔听见楼下有人喧闹 果然有人来了 他偷偷趴在楼梯上往下看,就见来了三男两女 他们几个人在玩真心话大冒险 小B输了,大冒险要亲吻在场的每个人 当他亲吻眼镜的时候,突然用两把匕首插进眼镜的脑袋 而其余人竟然欢呼着,用容器揭满鲜血 这下可把科尔吓坏了,大气都不敢出 接着小B拿出一本古老的黑魔法书 说当献祭者的鲜血和纯洁之血混合滴在书上的时候 背诵书中的诗文就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而被杀死的眼镜的鲜血就是献祭者之血 现在还要上楼去取科尔的纯洁之血 科尔大害,急忙跑回房间,打电话报警 然后躺在床上装睡 小B等人进来,用针管给科尔抽血 最害怕打针的科尔在此危机关头愣是一声没坑 小B等人离开后,科尔立刻起床,将床单系在床角 扔出床外,准备跳窗逃跑 而小B感觉科尔不对劲 返回房间,正看见科尔因滴血糖昏了过去 醒来的科尔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 警车呼啸而知 小B才知道科尔其实看到了一切 警察冲进来,肌肉男用铁签子刺穿一名警察的眼睛 警察开枪打中了黄衣女的胸部 另一名警察却被小B一刀割喉 肌肉男用警察的对讲机跟总部解除警报 黄衣女则大喊自己的胸以后不会再发育了 妹子呀,连子弹都打不透的胸 已经发育的够好了 趁这机会,科尔用折刀割开绳索跑上楼 几人慌忙追赶 科尔躲起来,一把将老黑推下楼 脖子正好扎在一座讲台上 直接死翘翘了 接着科尔跑回房间,顺着床单爬下去 却被肌肉男给拽了回来 床单撕破,科尔摔在草地上 他忍痛跑进工具间 拿了电钻,沙虫喷雾和巨龙烟花 还有火机,躲到满是蜘蛛 还有老鼠家的地下管道室里 帽子女爬进来查看 发现了科尔 科尔点燃巨龙烟花 却没打中帽子女 帽子女一激动 两只手都被老鼠家夹住 科尔趁机逃出管道室 并安上铁网门 还用沙虫剂喷帽子女 沙虫剂遇到里面还在燃烧的巨龙烟花 顿时爆炸 帽子女被炸死 科尔也被炸飞 被赶来的肌肉男捉住 科尔给了肌肉男一耳光 撒腿就跑 顺着梯子爬上还没彻底拆出的树屋 并踹掉木梯 但肌肉男相当强悍 顺着绳子爬了上来 一把掐住科尔的脖子 哪知道脚下木头断裂 两人摔下大树 肌肉男刚好被绳子勒住脖子 活活吊死 科尔惊魂未定 保姆小碧持枪追了过来 科尔急忙跑到对门女同学家中 女同学的父亲出去约会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小碧进入一番寻找 两人左躲右藏 最后逃进卫生间 科尔说他很抱歉 让同学卷进来 他让女同学报警 自己出去对付小碧 女同学见怂获科尔 竟然变得如此有英雄气概 上去亲了科尔 还说下次要和科尔进一步亲热 科尔激动万分 瞬间能量爆棚 他跑回家找小碧决斗 但却发现屋内 已经被收拾得 赶赶紧净 他过去看桌子上的黑魔法书 此时还没死掉的黄衣女醒来 拿刀追杀科尔 科尔被逼在角落里 黄衣女刚要杀死他 就被赶来的小碧 一枪打包脑袋 小碧说他早就厌烦 他的喋喋不休了 他手中的枪是警察的 他刚刚已经处理掉了警车和警察尸体 科尔拿起黑魔法书 做事要烧掉 小碧这下慌了 他确实通过黑魔法书 失下了许多愿望 说他不会杀科尔 还说要和科尔一起脱身 骗警察 是那几个人进来袭击了他们 但科尔才不相信凶残的小碧 他点燃了黑魔法书 小碧忙过去灭火 科尔趁机跑到女同学家 启动了女同学父亲那辆 示弱珍宝的汽车 不会开车的他 猛踩油门 朝着自己家房子一头撞去 车子撞在木堆上 飞起来砸进窗户 正砸在小碧身上 科尔哭着对小碧说 其实他爱过他 也并不想杀他 但他知道小碧逃脱后 还会去伤害其他孩子 进行邪教活动 所以才开车撞了他 警察赶来 女同学的父亲 一个劲念叨自己的爱车被撞毁 女同学过来亲了科尔 气得他父亲暴跳 因为他父亲一直看不起胆小的科尔 小黑胖的两名跟班 对小黑胖说 科尔杀了50个歹徒 并且准备追随科尔 科尔父母急匆匆驾车归来 科尔对他们说 自己以后再也不需要保姆了 经此大解 小正太算是彻底长大了 当消防员进屋查看时 从汽车底下逃出来的小臂 用铁榔头砸向消防员 全剧中 这是要拍虚击的节奏吗 这就是 辣手保姆搞邪术 杀人抽血 从获正太 战歹徒 团灭全奸 如果你是科尔 面对这样的小保姆 你愿意被他吸血吗 反正我 嘿嘿嘿嘿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咕嘴白 下次见 嘿嘿嘿